4月12号 A股五间点评 大家好 我是旺财经 大盘小周期形成了头肩顶的看空结构 二十字均线是短期的多空分界位 今天五评我们来重点去聊一下上约指数 我们先看一下日线级别 日线周期的护指现在是一个十字星 一根小阴线 最高点同样是打到这样一个粘合的一个中短期均线区域 上不去压力很大 而现在还是处于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和三日线的下方 所以趋势很明确 短期趋势为空 在昨天的收评 我们明确谈到二十日均线是多空短期的分界位 在没有站上二十日均线之前 我们始终去看 它会往下震荡去回踩半年线 而从中期的角度来讲 我们把上方的粘线当做是箱体的顶部 下方的半年线当做是箱体的底部 而在过去的这一个半月时间将近两个月时间 始终是处于这样一个粘线跟半年线的区域当中 接下来依然是这样去应对 所以短期会震荡回落去靠近半年线 而中期去看箱体震荡 那么回落下来是在给我们去跌出一定的一些机会 然后再来看小周期五分钟级别 五分钟级别的护纸 我们只看裸K 裸K层面上今天是走出了一个头肩顶结构 各位看一下 这是一个头部 这波下跌跌破这个颈线位 然后反弹呢 我们看到这是右肩 这是左肩 那么右肩要低于左肩 然后这波下跌又跌破这一个低点位置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顶的一个看空结构 一旦这种结构形成 它往往会走出1比1的下跌幅度 那么首先第一个1就是这个空间 大概是从3030点到3043点 那如果再往下跌这么多幅度呢 就要跌到3017点 所以这是我们从五分钟级别 小周期头肩顶结构所预判的 接下来要往下去下跌的这一个目标位置 3017 大家也可以把3017打入我们评论区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技术分析的有效性的高低 其中有一项是取决于我们分析周期的大小 分析周期越大 有效性会越高 而分析周期越小 它的不确定性就会大一点 有效性也就会出现一些降低 所以因为这是从五分钟周期 去做了一个头肩顶结构的一个判断 它的有效性没有那么高 但我们需要去警惕 需要看懂什么样的走势 是一个标准头肩顶 还有一点 我们要知道上方的一个关键位置 就是这个颈项位 只要这个颈项位接下来一段时间 没有能够去站上 没有能够去再触碰 那么往下去跌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就非常大了 就是3017 好 这是我们对于护士的一个判断 然后再聊一个只是科状50 科状50我们这两天去反目去讲 它是一个A股当中最弱的一个指数 方向为空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去等 它的一个震荡指标 什么时候能够在超卖区域出现率变红了 释放了一定的一个反弹信号了 我们才能够再去关注 而如果单独去看裸K 单独去看均线 其实现在科状50没法去做 它没有企稳信号 也没有止跌信号 量价关系也不好 主力空白度也是空方在占优 所以这种指数只能等出来 释放出来这种超跌反弹信号 才能去做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KD 什么时候出现底位的金差 我们才能够去考虑要不要去做 而现在不要有去进行买入的想法 好 而在板块层面上 今天的板块整体表现不佳 而个股现在是3300的股票在往下跌 但我们注意到一点 今天大跌的股票并不是很多 虽然说有3300股下跌 但将近3000股票 它的跌幅都在3%以内 而真正跌幅大于7个点的只有25家 真正跌幅大于5个点的不到100家 这算是一个相对让我们欣慰的一个信号 就是没有出现那么多大跌的股票 市场并没有出现那种所谓的恐慌的一些情绪 但我们要注意到市场的走势 这个虽然不恐慌 但是相对偏入 那么还需要时间 以及还需要往下有一定的回调的空间 所以保持耐心去轻止说中个股 根据我们的网络三号战法 去选股哲实 好 那么这是今天的五件点评 最后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旺旺财经得到A 再见